大魔王队有正式被踩,22分0柱,19分1柱,此人从不给周琪传球北京时间8月18日,火箭今天连续进行了两笔运作,牵下卡伯克洛并不是那么重要,但才调RJ亨特则引起了讨论,RJ亨特和大魔王都是火箭发展联盟的主力,两人多次联手搭档,不过他们两个的特点却完全不同。 大魔王周琪打球风格非常无私,他更多的是去做好防守和拉开空间,周琪的盖帽,团队意识以及防守能力,都是现在火箭看中他的原因,所以新赛季,大魔王也很可能进入轮换,反观RJ亨特,他的出手选择可以说跟吉拉德格林同一个档次,但他又没有变态的身体素质支撑这种进攻选择, 因此只能混迹于防守纪律差的发展联盟,RJ亨特到底有多赌,他多次单场拿下27分2助攻,22分0助攻这种数据,并且完全不给周琪传球,如果他愿意给大魔王送出助攻,周琪的数据恐怕会好很多。 常规赛最后一战,RJ亨特得到首发机会,结果被国王只有19分4板一个助攻,现在他悲才也在情理之中,NXV。